男嘉宾小王30岁来自江西 融资经理 女嘉宾小江26岁 同样来自江西 是兼职模特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节目 是我 想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我跟我老公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可是在这一年多里面 两个人所有的开资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就比如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带 就我自己去买的当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由自己老公来买当 做了老婆不就老婆买单吗 但是最重要的是 她没有把工资给我 她也没给我钱 就是我爸妈看我 我想带我父母出去吃顿好的 吃完饭的时候 她身上也没带钱 也没带钱包 我还是偷偷地把钱塞给她 我就说叫她去买当 因为我当时我不想被我父母看到 我现在过得这样子 而且让他们会担心我 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她挣钱挣的没你多是吗 是因为她以前在工厂里面刚出来 然后还在黄车带就没什么钱 但是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一直都是我在承担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夫妻两个人共同承担吗 因为发生的不是这一点点事 一直以来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就像她跟她的同事出去吃饭 一座人全部都是男人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打算 跟她同事一起做点生意 请人家吃饭 她也没钱 也是我拿钱去买的当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而且也不止这一些事情 特别特别多的事 生活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是 我曾结婚到现在 她所有穿的衣服鞋子 都是我在帮她买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 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我都是买三四十四五十 当时我给她买鞋子 都是买四五百的 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外面 要体面一点 我都是这样子像 可是她一直不上镜 一直都是这样子 困难是暂时的 有一天万一她就上 这话我都替你说的都亏心 你知道吗 她对你好吗 对我还是挺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 她没有上镜心 不会负起这个家的责任 你是怎么说 她没有上镜心 不负起家的责任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好比她现在上班的地方 人家拿工资 都是拿七八千五六千 但是她的工资 就每个月都拿一千多 两千多三千多 反正你就是 每一个月的工资 全部用完两天 然后后面的那个生活费 所有的开支 都是我在出 就连出去买东西 我们俩一起出去 她都是拿着我的钱包去买当 那不是我刚从厂里 说她刚放了工作吗 那你要跟我给平稳期 男生说要给个过渡期 好吧 咱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你跟我们说说 我为了意思说 先工作段时间 继续一点经验嘛 然后看时机的时候就开个店嘛 开什么店 之前我本想 从我老婆开那个美容店的嘛 但是她一点存款都没有 然后只有我自己存了几万块钱 那个时候刚结婚 然后家里面欠了一些钱 那宝宝的时候就个压力特别大 那我现在我主要是叫她把钱没有 那时候就怀孕了 后面就搁着了 孩子多大了 怀孕了 怎么了 宝宝 因为那会儿我们都上班了 我爸妈都不在家嘛 嗯 然后那天可能下去拿给东西嘛 不小心可能是没站稳嘛 踩风了嘛 然后就宝宝就没有了 当时孩子多大 那时候怀孕有五个月了 我天 在怀孕的那段时间里面 她所有的生活开始还是由我在处 就是平时家里面也没有人做饭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今天家里面就是一些顺菜顺饭 我最记得有一次她爸叫我吃饭 家里面就一个杂菜一个烟菜 都是放了一个星期的 那个饭也是顺菜顺饭都是些饭吧 我就觉得自己的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她不仅不赚钱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她爸妈也没有为我煮过一餐饭 都是我自己想吃的时候就煮点 不想吃的时候就不煮 所以有一次下楼梯的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我隔了差不多三四天没有吃饭 我就是吃点水果那样子 下楼梯实在没有力气 然后头昏眼花 踩空了 然后就摔下去了 然后就 就宝宝就流掉了 等到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说宝宝已经没有用了 哦 怎么怎么孕期五个月的时候不吃东西呢 三四天不吃东西呢 也不是 因为那时候全家人都在上班 然后我刚好从船里出来嘛 然后比较忙 没时间照顾她 明白了 她难受哈 我肯定很难受 毕竟怀孕五个月了 但是宝宝就这样就没有了 嗯 最重要是现在已经过了八年多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她努力 过了年到现在 她没有存了一点钱 就是一个月发了一千五个月 上个月就发了两千五个月 然后这个月发了三千五三千五百块钱 我叫她一个月涨一千啊 就是不稳定那种 发了三千多 那个时候她指的不肯给我 我叫她把这个钱存下来放到我这里 因为她不会存钱 结果等到月底的时候 我问她你存了多少钱 她说存了三百块 三千多她只存了三百块 然后上个月发了两千多 过了两天她身上又只有一千五了 赚的少她又不会存钱 我有几个问题问问您 不好意思 刚才问到那个 呃 呃 你是不是会给别人一种印象 这个印象就是 你老嫌弃她挣钱挣得少 她的亲戚有没有说过 就是我 她的亲戚有没有说过说 哎呀你 你这个这个媳妇老嫌弃丈夫 这样的话有吗 就是在她父母面前 亲戚面前 就是他们认为 我没有在上班 我没有在装钱 都是花她的钱 因为我炸给她之后 我就是在怀孕嘛 然后那时就是兼职去做模特 她爸妈以为她每个月 我一千五 事实上她没有给我一分钱 我问的问题是 她们家的人会不会觉得 你这个女人挺耗财的 有点这样子的想法 今天你为什么来呢 我就是她继续这样子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听一下这些老师们的 你现在对她的抱怨是她 她挣不到钱 还是她存不到钱 她挣的少又不会存钱 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 她还是挣不到钱 因为她要学习 这个现实你能接受吗 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能接受吗 你先说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但是最起码 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必然结婚了肯定是要接受 那你打心里面有嫌弃过她 觉得她没本事吗 反正就觉得自己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你会觉得你自己命苦是吧 也不是说命苦 后悔嫁她吗 也不后悔 就是除了金钱方面 其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她对你好 但是不太能挣钱 也不太会过日子 是这意思吧 是 你能等她五年吗 我也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觉得你媳妇是 因为嫌你不挣钱 所以才这样吗 还是有别的 她也不止这一点 就算现在 钱虽然是我在花 但是她被她亲戚父母都在误解我 因为我在花她的钱一直以来 但是她常常不会去解释 就前两天 我听到她妈跟她讲 她说你每个月都交一千五百块钱 给你家媳妇 你要交点生活费给我 交水电费煤气费 但是我心里就在想 你们现在还住在婆婆家呢 对他们家 就她一个儿子 所以就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大家父母完全不知道 好我来问她 你觉得你媳妇是一个贤贫爱妇的人吗 说实话 她不是那种贤贫爱妇的人 对 那她为什么跟你有这么多的牢骚呢 但是她可能是希望万富成能嘛 要求比我比较高一点 她我听起来没对你有什么要求 可能就希望我挣钱 就要越增越好 越高才对 我听好像她这个冤枉也不很强烈 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钱挣的不多也就不多了嘛 还存不下来钱 这个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工作方面 需要钱太多了 还有一些其他开支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 大概妻子对丈夫挣钱的这种不满 或者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妻子的抱怨 甚至于妻子对于这段婚姻的不开心也好 迷茫也好 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老师们会怎么帮他们分析 并帮他们做一些规划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修比特问卷 很多女性在谈恋爱和面对婚姻的时候 其实带有异想和异厢情愿的这种模式 我想她应该是 我想一个不负责任男人 结完婚之后就可以负责任 我想这个男人在结完婚有了孩子之后 就可以成熟起来 我想这个男人有了妻子之后 他一定会特别上进 这都是你想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能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的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一部分全是你想出来的 但可惜你的现实跟你的想象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感觉呢 这位女士您 目前现在的婚姻的这种困局 是来自于你结婚速度太快 或者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汇吧 就你太想找人结婚了 对 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这就是你的代价 那么这种快速缔结一种关系 他背后所付出的 那一定是你自己所承受不了的 当然如果你想的明白 可能也不会走进今天这一步 那这位男士呢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她对于你的这个抱怨 我觉得我可以去支持她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挣钱少不怕 那关键是让这个女性能看到你所谓的上金心 但是她不能接受的是你挣钱不多 而且每个月不但剩不下钱 还要找她花 最后还有很多一些借口 这是她面对你绝望的一种心情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但凡一个稍微有一点独立性的女性 对婚姻能够稍微有一点清醒的认识 那个孩子没了那天其实就已经提出分手了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 为什么你是工厂的工人对吧 要去做现在是什么职业 做融资 金融嘛 欠两个行业相差的如此之远 为什么选择离开工厂 因为工厂这里面嘛 上班就是说 在工厂你大概挣多少钱 一般好的话就三千多 你现在好像要好 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选择了做金融 你学过金融吗 没有 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在常理上班 就是说对大脑就很死板嘛 什么都不知道天就跟机器人天上班 我问你为什么要选择金融 你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做过 觉得金融也是取决于那时候我在找工作 然后我跟我媳妇商量 然后呢 然后他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工资比较高嘛 然后我就选择这个学习的金融对抗 拜托你找工作是这么找的是吗 什么样的工作挣的钱多我就去做什么 只要他是没技术 他现在陈超里面出来一点技术的人 对啊你也没有金融技术啊 你就去选择了这份 你完全陌生的只要挣的多的这份工作 对 我不相信你说三年或者几年 能够达成你所说的那个目标 也就是说能达成你老婆期望的那个目标 我不相信 不可能 所以女孩我问你 这个男人永远成不了你想的那个那样的人 他给你的就是踏实 可能还不太会管钱 这点啊 他可能还要捏主 不听你的 就这么样一个人跟他过吗 他就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说望夫成龙 如果你的条件是说我要跟龙结婚的话 那你去找龙 但一定不能是把自己老公 让他变成龙 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那个样子 绝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 你还可以跟他在一起吗 如果可以 你就要容忍 你就要接受 他现在种种在经济 可能在于工作能力方面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但是他可能给你踏实 还比较听话 所以 自己问自己 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够接受 试着 往下生活 如果不能的话 就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就这样 谢谢曲总 胡老师 我跟所有老师的意见都一样 这个男人 不要说三到五年 我估计十年之内 他都不可能 会有你内心所想象的那种生活状态 那你怎么办 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我受不了 但明明跟他经历了又这么多 我又不甘心 但是你好好想想 你才二十六岁了 还可以重新再来 否则的话你心里就认命 我好好地调教这个男人 即便我不爱他 但我能忍受 只要他能够有一颗上进的心 他能够听我的话 我也可以接受那也行 你有这样的勇心 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 那是女人的本能 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这样的本领 把一个男人调教成一条龙 你人不坏 但是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结婚 结婚得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就不说什么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但是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得有 你说呢 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他今天要跟你离 你愿意吗 不愿意 那你怎么做呢 更快成长起来 那成长不起来呢 我告诉你 如果他今天愿意要离开你 你就把一切的过往 当成是曾经发生过的过去 你千万不要去挽留他 否则的话到最后 你比他更难受 趁他现在还没有煎熬到 说出那句话的份上 你无能 你不行 你还是趁早收场 就这样 做决定 就负责任 没想好 就别轻易在这个现场去做决定 你们俩都听明白了吗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以为会好好努力工作 做水点东西 好 我都不停不应该 这杯子 都不会有委员 我去保证 那我可以做个决定 我们俩都能给你 我去做决定 我给你做决定 我来说 我去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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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一个决定 我去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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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这么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叫接受 既然你选择了这样 你应该接受一些现实 第二个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为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是什么 不是我就听命不为了 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我们借势去做一些发展 第三个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关键词 应该是家庭的成长 家庭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的成长 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 接下来当然来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 亲 女生 愿意给她一个新开始的机会吗 愿意 男生愿意去努力吗 愿意 女生即使她改变不了 依然会坚守她们 会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来来 活跃的都不行了 牵着手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会以后好好努力工作的 然后看到更好的机会 跟我嘴笨不知道说什么 希望你能明白 也希望你以后努力一点 我用意给你更多的时间 毕竟我们俩 相处一年多了 也是有很深的感情 我会很 很露逼很露雨的 来亮灯吧 药保湿 一杯湿 这是补水的 好好补补吧 最后一个提醒 在婚姻没有特别稳定之前 先别急着要孩子 好吗 加油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请回